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经文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賴岳谦 韩国瑜现在是高雄市的市长 高雄现在是台湾的第三大城市 因为人口已经输台中市了 蔡英文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两位同时到海外去访问 蔡英文的新闻热度 随行的媒体记者 跟韩国瑜去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的访问 他的热度跟随行记者的采访 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 韩国瑜的热度 如果我们用温度来算的话 应该是快破表了 而蔡英文的热度可能刚好勉强及格 所以两位的规格差很多 一个是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中华民国台湾总统 是中华民国总统 那蔡英文自己善改国号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她违反了宪法的精神 不对的 这边先给蔡英文提醒 不要违反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号 我们的国号 法定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蔡英文回来以后 是不是要向我们的外交部 写一份检讨报告书呢 说她在海外用错了国名 应该要改进 是不是也应该要罚款呢 那我们外交部 是不是要找相关的法令 对我们的蔡英文 那么要她回来补写一个报告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今天要谈到这个 是因为我们韩国瑜到了香港澳门 突然间台湾的广大的民众才发现 原来在台湾的很多的媒体 故意的去丑化香港澳门 把他们讲成他们的人民生活的 非常的不快乐苦不堪言 但是当她去了以后 大家才发现原来台湾原来是四小龙之首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香港在我们后面 结果今天的香港国民所得 就是人均所得六万多美元 六万四千块美元 台湾才两万四千块 整整少了香港人四万块美元 结果澳门跟不得了了 八万多块美元 再过三年 联合国的IMF估计 他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位 可能会高达十万到十二万美元 如此的富有 而民进党或是台湾的有一些媒体 一直故意把香港澳门说一国两制 再给香港跟澳门带来无穷尽的塞汗 无穷尽的灾难 香港的国民所得排名全世界前十名 澳门目前全世界第二名 我们真不知道这些媒体 是怎么用偏颇的方法来报导香港跟澳门 好 这不搭紧 接着到深圳 我们才看到小渔村 变成一个一千两百多万人的大城市 它的整个经济产量超过了整个台湾的经济产量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比我们台湾这七十年来的整个经济产量 还要大一个城市 不得了 它已经成为美国的矽谷 美国现在的矽谷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最顶尖的人才都被深圳开始被网络进去了 我们看到帮YouTube做这些视频的那一位科学家 他也离开了YouTube到了中国大陆去 自己创立了一家公司 我们也看到脸书的最重要的工程的设计师 他也离开了脸书 那么到了中国大陆 所以非常多的全世界最高端的人才 开始往中国大陆往深圳那边在集中 深圳将会成为AI一个非常大的重镇 世界通讯产品电子产品的重镇 开始往这个深圳来集中 人均所得快速的增长 所以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学习 厦门相对金门来说的话 金门变成小乡村小乡下 厦门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而且他们两个景邻 距离不到5到20公里之间 如果盖过大桥几分钟就过去了 可是厦门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国际的会展中心 商业中心 经济贸易中心 你可以看到厦门人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升高 这样的情形使我们台湾要去思考 因为韩国瑜这一次他带回来的 对于我们高雄市的农民来说 这是很大的定单 高雄市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高雄市的农业局一直在强调 我们高雄的农业有多发达 我们高雄农业一年产值177亿新台币 然后他说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外销是1亿7千万新台币 2018年我们可以突破到2亿新台币 哇讲的好像非常的了不起 2亿新台币 2018年面对177亿的产值 杯水车薪 所以高雄人的农民当他丰收的时候 他就发生了滋销 香蕉滋销 我们看到了凤梨滋销 甚至我们也看到在台南的文旦柚子滋销 因为供需不平衡 没有办法卖到国外去 高雄市的农业局强调 他做了2亿的海外的生意好像很了不起 韩国瑜这一趟一出去 几天一个礼拜不到做了外销 所以高雄的农民他的价格不会再崩跌了 已经可以保证今年的价格绝对不会崩跌 在国内可以卖到好价钱 在国外可以卖到好价钱 台湾的农民有福气了 高雄的农民更有福气了 当高雄的农民这么有福气的时候 陆委会要韩国瑜回来写一份报告 我们一般来讲被要求写报告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看起来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老板说你回来写一份报告给我 这个是有点惩罚吧 变相性的惩罚 现在传出来说 如果根据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那么陆委会甚至可以对他处罚五十万台币 一个帮高雄农民赚进新台币的高雄市市长 竟然陆委会要求他要写报告 只因为他见到中联办的主任 只因为他见到刘洁一 我们的问题是中联办的主任的位阶不高 中联办的主任干得好 才有办法升港澳办的主任 等于是部长级的 所以他见了中联办的主任 中联办的主任就有点像 像我们的行政院的中部联合服务办公室的主任 有点像我们在南部的联合服务办公室的主任一样 这样的一个情形竟然要把他处罚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见了刘洁一 要他写一份检讨报告 那当然我用检讨这两个字 可能陆委会没有这么说 不过我的感觉好像是要写一个检讨报告 好像你在文字上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就要对你刻法 这样的情况 我想高雄的农民会很深不以为然 高雄的农民 高雄的市民会觉得 我的市长帮我们拼经济 你的民进党的陆委会 却要处罚我的市长 我们可能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陆委会想清楚 你这样做是跟台湾的民众为敌吗 想一想这样做好不好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南岳谦 我在五四觉醒 中文字幕-519-1923